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透过免费直播世界杯能有助体育普及化 世界杯是一个国际级水准的赛事 在2014年世界杯里面全球已有超过10.1名观众观赏 根据资料显示 今年的世界杯已经有超过40%的香港电视观众 即是大约266万人截观看VTB的免费直播分造赛事 对于一个这么胜大的国际盛事 如果要收费才可以看到 变相即是限制了市民的收提机会 如果市民连最基本看的机会都没有 更加网络有人会有兴趣参与其中 反之当政府扣入了世界杯直播权 免费播放给市民看 这样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接触到 透过性带和优质的赛事吸引市民 甚至身体力行去参与足球运动 令到运动的普及进程得以提升 而当市民的需求增加 政府就会有更大的诱因去优化场地和设施 除了提高更多给市民参与运动的机会 更加可以自行用作举班单营的姓氏 最终推动运动的普及化、精英化和姓氏化 第二透过扣入直播权令到带来社会效益 由于世界杯的赛事吸引力极大 现时的收费电视台为竞争直播权 不惜一切 例如是2014年的无线电视 以3亿就得 2018年的乐视更加将世界杯的直播权 抬高到4亿港元的添加 这个市场的学性竞争 令到只有巨额的收费电视 才可以拥有世界杯的直播权 我们不知道下一届的世界杯电视台会不会又将直播权的售价抬到更加高的价格 但由于这些疏费电视在争夺直播权中耗资庞大 为了要赚回成本 无线电视就在免费直播赛事中大幅收取广告商的赞助 并按赞助商的要求 架插、唱歌、煮食等环节 严重消磨了观众的提高意用 当政府扣了世界杯直播权 不单只可以令到世界杯直播权 避免因为竞争而刻意抬高价格 而当政府分销给免费电视台播放的时候 又可以进行监管 今次免费电视台加插直入式广告 但被观了各观学的提播时光 而且世界杯不单只令到市民对运动产生更加多的认识 更加可以带来对自身国家的英国 当我们看到冰岛只有33万人口 已经继身了世界杯的续决赛周 而当地竟然由3万的盟众到俄罗斯延长打气 拍唱的节奏亦都非常提升 形成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 当电视机营免费面前的香港市民 看到他们如此团结 帮忙着我们终有一天 也有属于自己国家的球队 继身世界杯 因此扣入世界杯直播权工市民免费的观赏 可以提升到市民的身份认同感 对社会的场面发展非常有利 由上海问有分同学 香港政府是否有责任推广运动 如有 就连最大型的体育性事都不扣入直播权 令市民接触和欣赏 请问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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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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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是否有需要性 第三 是否以最低成本达成政策的效果 我方今天反对面谈基于两大原因 第一 资源错配 亡费公帑 及世界区静博权的公帑属于体育民运范畴的开支 本意是希望市民可以免费地搬上世界区的赛事 但若然同等的资源利用在更有意义的范畴之后 购买直博权只会是资源错配 浪费公帑 利市民反感 我方都认为政府是有必要去推动体育的 但就不应该是以购买世界区直博权的方式去推动 以推动本地足球为例 与其大部分4亿公帑去直博世界区 其实可以用来资助本地港港超联 直在各大电视台直博港超的赛事 同时资助港超联门票的价钱 吸引市民关注本地足球球赛 再者 4亿公帑也可以下百分度的做法 用来改善足球清分的制度 去逐渐提升职业待遇 推动本地足球的发展 相反 它由世界区直博权令市民坚 三月日是世界赛事 而并非本地的赛事的时候 长远而言 对香港的体育发展并没有利处 浪费公帑 第二 现有渠道足球 没有投入的必要性 政府强世界区直博权 给市民免费观赏 本位满足市民对观看投赛的需要 但即使现时政府并没有购买任何世界区直博权 市民仍然有其他方式去观赏赛事 对于热促于观赏赛事的球迷而言 如果想观看所有赛事的话 购买收费电视台的服务也会在所不息 但对于纯粹为了抽烟的市民而言 根本就不在意可否看大所有比赛 所以可以透过免费电视台观看22场赛事 已经足够 同时即使市民不想给一分一合的话 也可以到部分的商场或者酒吧去观赏所有赛事 由此可见 当部分市民专家以负费 同时有大类的方法 给市民免费观赏世界区的赛事的时候 政府却世界区的借败权只会造成资源重叠 多次一句浪费公帑 总括而言 港府却世界区借败权给市民免费观赏 不单无它的需要性 更加会浪费公帑 因此今天二题绝不成了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根据有方同学的逻辑 是否一切市民想要的 政府都要赴款去运用公帑 管转市民呢 谢谢各位 请问有方同学 你认为政府有没有赚 你认为免费直播是什么途径去推广运动呢 免费直播 免费直播当然可以推广运动 但为何人们在免费直播之后就会直接去做运动呢 这是一个很正式的投资 如果有方同学认为免费直播 其实都是一个方法 有限去推广运动的话 为何你现在还不认同 我们政府要扣入世界区的国权呢 这件事已经有22场的市场 其实就算它多了42场之后 其实这22场免费直播已经推广了的时候 多了42场 根本就不会更加可以将这个推广的作用方法而行 但是其实这些世界杯的免费这些国际的体育城市 其实应该每个事物都需要有一个权利去看完全部 你认不认同吗 我认同 但这件事已经有其他方法去提到 例如有些餐厅 包括有些原作者 其实对于受严导的人来说 其实那些现象现象 都可以在免费电视台都可以看到的时候 但是现在同一个院市体育场 Arguetty If Pit итог 肯定足够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认同了 因为我们市民其实有基本的权利去看到国际体育城市 为什么还要反对这个变态呢 就是台育权已经足够了 我方已经已经也提及到 020场免费赛事 在各个免费 speaks52场 而且吃饭師 产宿 ở DU bar 药地吃 Gluck 如果你不透露,就可以不外賣,你如何確保帶著市民去看到有多少市民去餐廳、酒吧看出過呢? 如果市民不想去餐廳、酒吧的話,他們就可以在家看了22場 如果是一些忠實球迷,他們不想給車去看的話,其實他們就可以去餐廳、酒吧看了 有方同學,你誤會了,其實去餐廳、酒吧看這個世界各的直播其實都需要付錢的 現在是整個直播開始了,直播開始了,直播開始了 二方方你好 你剛才是否提到 昨天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環境無合法 沒錯 那你是不是覺得 只要有看世界規則 就等於市民有積極參與環境 其實這個 看世界規則是一個渠道給市民 認識和了解環境 換言之 一方方覺得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渠道 並不是為了方法和共同意 是 一方方覺得 好了 現在有部分賽事市民不可以收集 所以就不可以參與運動 請問那邊有關在哪裏 其實這個國際的城市是市民最基本權利 其實每一個市民都有機會看到 一方跟我說 在國際的城市是市民的基本權利 是否要購買收入來奧運 一個方程式的賽事 恐怖都需要投入 但是世界規則是一個國際 在這裏反投影 是最頂層的賽事 而且是全球最受歡迎的 香港很多市民都會去參與足球 的世界規則 有相思問 他們會以國家隊的名義出戰 其實他們是非常受歡迎的 剛才我剛才提到 冰島是一個團結的國家 但是冰島的團結 是因為它有問題 世界規則分造賽兵 很快就有免費直播賽事 不可以同意 剛才我剛才提到 只要分銷 另一部靠證的部分 分銷 就可以監補電視台 是否這樣說 但是 只要立法都可以監補 你同意 其實立法的話 是沒有辦法 可以改定到電視台播放的質素 不可以控制到電視台的時候 要播多少廣告的數量 但現在其實是有條例 可以揮直入式廣告 這個直入方式 有座位分合的數量 或者數量的問題 我們同意 可是現在免費的時間 可以數不足 功變版 平足 就正確的地方 請給我三分 不好意思 主席評判創作 各位大家好 其實剛才聽完反觀主編的發言 我方就分有兩個於利不合的地方 首先有方同學認為 需要將貼入世界規食貨權的錢 放在其他需求上面 其實聽了那麼久 有方同學根本就是認為 香港推動運動其實是不重要的 應該將資源推放在推幌運動負合法上面 如果好像有方同學這樣說 要認為要將大量公投放在有緊急需求方面 那麼政府一早就不會有益 因為每年收集的錢都會放在 留放在其他所謂緊急的需求方面 亦都不需要政府發佈財政預算案 分配合公投在不同方面的用途 原來政府的責任 就只是幫市民解除基本生活需要 就不需要好像有個 科羅文藥設施 例如是圖書館 公園都給市民有 值錢放鬆享受生活的機會 當社會市民的精神 生活質素沒有辦法提升 民眾生活壓力重 我想問有方同學 這個是否一個健康的社會呢 第二 有方同學要提及 政府應該由香港電視台自由競爭 不過政府不干預市場 是為了令到業界公平的競爭 正常我們可以見到的是 收費和免費的電視台 播放到鏡頭 世界群值國權 形成了一個惡性的競爭 走至2014年 路線用了4億的天價 購買花式世界群值國權 因為廣告和黑暗釘 收入不可以列入高昂的價格 所以令到無視電視 2014年來倒上了19個馬線 這次途中離譜的一個 唐大英 郭亞強 正在直播中 加拆大量廣告 賺取廣告費 影響市民觀賞的氣氛 一見質素的世界規則 是很難以大眾的興趣去接觸混亂 有助達到體育圖的費目標 其實本來就是 它把世界規則 本質就是為了促進各國的足球發展 這個國際的性質 政府本應該就不透過每一個人 都有權利去看到 民眾不單止可以促進得上高質素的賽事 亦都可以看到其他國家的團隊精神 例如我們可以見到世界規 有指標是人口大約10%的3萬的冰島人 捲到俄羅斯為自己國家對打氣 我們香港人見到冰島的人民團結 自己也會重重反思 加強我們自身民族身份認同 但現在因為香港高格的世界規則國權 在市場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惡性的競爭 而這些電視台就會在世界規則 強化加入大量的廣告 高得世界規則的質素 令到觀眾怨聲烈烈 除此之外 電視台為了賺取更多的利益 提高了收費台元費計劃的價格 令到市民可以看到世界規則越來越高 其實唯有政府靠入世界規則 給市民免費欣賞 才可以控制政府 才可以控制到世界規則國權的質素 令到所有市民 真正投入韓國際採線 除此我想問你 柔科同學 你是不是認為香港政府不應該投 是否既然香港政府也希望政府 可以有幸推廣默套 為何不接受我 感謝你提高的意見 有請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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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首先會出來和你們說 还有这个世界杯直播拳可以推广体育的普及法 但其实这可能是很见罔心的 究竟为什么多了人看到世界杯 就代表人们一定会去身体力量去做运动呢? 有没有论证过 其实究竟因为我们的世界杯直播拳 实际上多了多少人去身体力量去做运动呢? 有没有论证过 我们看到世界杯四年一度围维两个月 究竟过了这两个月之后 市民是否真正正正备养到运动的习惯 真正正正地关注香港足球 甚至体育的发展呢? 有没有论证过 可见今晚本来 扣买世界杯直播平的方案成效成义 而且成本高 根本就是浪费公帑 如果今晚本来很想去推广普及运动 倒不如将这些四亿的公帑 运用其他的体育政策上面 如果想推广普遍化 我们用四亿元 就可以开展20年地区运动的活动资助计划 鼓励更多市民参与运动 这个方案不是更好吗? 第二 今晚跟我们说社会效益 今晚本来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竞争 还会抬高价钱 首先 如果世界杯资争的价钱被提高的时候 都有今晚所说的准则 是去推广运动 其实有这些影响呢? 我们可以见到 真正正正对足球的兴趣的人 他大可以去购买 用钱购买一些收费的朋友观看足球 而且不是真正他喜欢的 他亦可以透过看另外22场免费的赛事 所以我刚才对VCR要认证 其实刚才公认的华智也说到 今天我刚才说 我们可能有很多广告 其实有一些通通都可以透过政府去监管 政府立法 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为什么VCR要花资亿去实施这个 有没有办法的方案呢? 今天可能也说到可以团结市民 我刚才不明白的是 今天我们团结市民 究竟是透过因为有港币的参与 令那些市民团结是怎样呢? 有没有办法 所以可能接下来要论证 为什么我们香港 现在去看其他国家 或者世界杯 就可以提升香港市民 对于香港的身份认同 我刚才非常不明白 也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去踢足球的时候 去提升香港的关注度 刚才我们也提到冰岛的例子 其实冰岛政府 不单止有市民团所说 扣买了世界杯的直播群 政府更加做了很多东西 例如他站在足球场 教练去提供一些青春计划 甚至去报本地的责任 由于开明所说 香港报港超联 就应该可以突出一堂的效果 为什么要花资亿去扣买这个世界杯的直播群 其实今天说到 扣入世界杯的直播群 有很多理珠 但本来就忽略了政府的责任 我们来用公币 必须要准备宴放之下 用必要和不同的方案做出比较 其实今天本来 今天真的想去免费看世界杯的时候 我们可以见到 我们可以参照澳洲的做法 在收费电视台的牌照当中 定名不能够和免费电视台 去竞争世界杯的直播群 市民同样也可以在免费电视台上 收看世界杯 另外也都可以引入 体育行动CCTV5 令香港人可以看世界杯的直播 以内部方充当做 为什么一定要购买直播群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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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代表農曉雅先生 主席 大家好 其實有方和我今天出道是不停退立場的 又說要維持編方 又說要修禮 都可以做到 究竟有方和我是想證明怎樣做 但其實看回有方和我從來都沒有給我一個方案 去一起討論 其實我跟你們說 現時運動的錯誤 已經足夠推廣這個保護運動 但看回現實 拿全國這個運動會來做例子 即使是一套決賽 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公眾及場觀看賽事 與其注射超過三千四百萬元 假如只有少數人參加的運動會 為何你今天不花多一點 走多一步 買一個在香港具熱度的國際體育城市直播權回來 令港人體育真正產生興趣呢 其實購買支播權這幢錢 在財政預算案中 是在體育部份中撥出來 並不是另外抽出來的 其實如果按照有方和我今天說的邏輯 所有的開支都應該是放進去人口老化 醫療的經濟帶來醫療開支的部分 因為其實有方會覺得這個很重要 一定會改善到這個民生問題 根本是不應該有任何文語 體育方面的付款 但看回現實 原來政府劇最新的財政預算案中 都要投放七十六億到體育 那有方和我是不是想一刀切 將一筆錢完全放進醫療開支到 其實有方和我十分之膚淺 因為現時的政府 所做的政策 真的有效達到政府 達到這個普及運動的目的 其實現實在香港的人手中 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訂定了身費電視台 但仍然繼續去放任這個自由市場 只會導致一個惡性的競爭 令電視台要用天價去買行政過權 還有一些成本 其實是轉嫁到市民身上 直接將一些訂的價錢提高 然後怎樣呢 就是世界會的觀看權 變得越來越小眾 高門壓、阻礙市民去收睇 但最後一步來想 世界會的本質是否應該是一樣的 其實世界會如是 所有的國際的賽事 無謂都如是 再呢 其實事實上 政府都做這件事 是希望為市民達一個高質素的賽事 因為政府由責任推廣運動這件事 以透過買入職科權 並免費給市民觀看 第一 至少可以令市民享受更高質素的娛樂 第二 就會令到觀賞又頂尖 賽事的市民 反思現時香港在體育方面的不足 而引起社會的關注去反思 我們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 第三 就是透過這一項運動盛事 看到他國人民 怎樣去支持他們的運動員 換成我們香港人對這片討論的身份認同 和對運動的重視程度 最後會提高社會的凝聚力和歸屬感 其實現在政府做的這件事 說到底都是為了大眾的福祉和社會效益 如果有關同學是不否認 我們今天覺得政府有責任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為何我們不可以透過 世界盟的培動去推廣普及運動呢 謝謝各位 評判一方同學兩位 先回應有方同學以後的說話 其實有方說我們南強一路退縮 但其實我們不是的 南強退縮的是有方同學 剛才一方說了一句說話 我有一句話要留意的 他說透過國際賽事 我們直接可以反思香港的不足 但我方就不明白了 既然有方都明白 在香港的透徵政策有不足的情況之下 現在你選擇的是豪花你四億 去購買外國的政策 以來反思香港的不足 反思之後 但是你完全無法公共去解決 然後你是要將全港市民的注力 全都在國際賽事的時候 但你沒有人去留意本地的賽事 我方也會說 不足六分之一的市民 是會入場觀看全港運動會 但香港有沒有反思過 這個現象會有什麼原因呢 到底是因為設施 是因為場地 是因為人手 是因為球員的數目不好 還是因為什麼 才會令香港市民對本地的賽事 沒有興趣呢 但有方看到這種情況 反而選擇不單是坐視不利 還是變本家 將香港市民的注力 全部退縮國際賽事 所以香港人可以看到國際賽事 他看人家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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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後我們去香港的情況 可以做出什麼改善呢 有一個網友說過 其實我們今天所看出澳洲的例子 並非我們立場退縮 你常常跟我網友說 你想要做到的事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 但我跟我們沒有豪心做壞事 我跟你比較一個成本有得的方案 但你又不採用 我們說可以拿法監管 你可以像澳洲那樣 避免這個收費點财 和免費點财的競爭 但你當全部都沒有聽 當這些方案全部都不存在 現在被這樣倒閉了 去做了一個四億的公堂 去買一個世界城市的轉方圈 更何況的是 有何我由此之中都沒有認識 一個意外就是 現在已經有直播免費 二十二場賽事 所以請問我論證 現在是二十二場賽事 以及你所直播的全部賽事 的問題是會如此大 是會推動到香港的體育普通法 又會幫助到電子堂 不會有一個太高的價錢去售出 所以我今天說到 推幣的現象 就是得不至三分之一的人 是抵抗了收費的電子台 但我同學這個問題在哪裏 到底肯為那些人覺得 費用太高我們做得不到 你肯為他們的選擇問題 所以我同學這個根本就不是 我方需要論證的東西 並不肯為他們收費昂貴之領 不去訂閱收費電子台 一次這個根本就不成了 不足以論證理方所說 會推高價錢的論點 其實我同學今天說 在世界上是基本的人權 是基本的權利 我方見到 但是現在已經有免分 22場賽事的時候 為何你當然要政府出手 去浪費工廠 去用這筆錢 去做這件事 其實4億我們去同一個政府的權 我方以為是無競技術 可以任意浪費 我方見到4億已經可以到 460個通過三位 可以支撞200間工廠 可以定過6700位基層的人 去獲得他們一堆的醫療服務 所以可以做到這麼多的前提之下 有方選擇的系列 去救挽國世界盛善球賽的正果團 雖然我們可以說 看世界冠軍 或是世界冠軍 看國父子同仁的起身 其實香港人會得不上身 一致一文明提 絕不成立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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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位有三四周圍的時間 方法方位置有三周圍會有正確的方法 又將這一邊打開介紹 介紹可能會升到另一方四周圍的時間 所以方法自由發出有違法多塊片的話 這雙方的方法 如果沒有的話自由發出 現在開始方法出了一面十多大 其實剛剛有方同學有一個謀誤的 你們不停地說購買這個世界觀直播 政府是需要付4億的 但其實是因為這家電子台不斷高價競爭 所以做到這個價格 其實如果政府直接購入這個世界觀直播 其實是需要4千萬的價格 那為什麼有方同學會這樣認為呢? 有方同學會覺得我方認為 現在不是4億還是4千萬的問題 我方認為今天我們購買了 我方認為有方同學觀學未出現 令到市民身體靈活動 公公不是沒有那個需要主 那是不是也沒有關係公公? 有方同學我們喜歡公公和世界觀 雖然是平穩的原因 我們可以祝福整個社會 但世界觀你覺得可以祝福整個社會有什麼補分? 但公公不是每個主 都不是祝福社會 但世界觀是說政府有債務 或是說民宿 民宿都是政府要做的好 那是民宿很高的 那是民宿很高的 民宿問題是社會問題 全國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所以兩者是無可給食 現在第二次追問 純粹去觀看世界觀比賽 原來有些人身體靈活動? 但沒有娛樂其實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有岸台現在不是沒有娛樂 22場面會踢破 那為什麼不去考慮 當時民宿看世界觀的權利 也沒有娛樂 當時民宿看世界觀的權利 都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還有興趣去做文宿呢? 因為沒有看世界觀的權利 現在免費地図不是過了22場 然後再第三次追問 就是科同學 想問有科同學 為什麼看世界觀之後 使民宿的身體力去做運動呢? 那我問你問科同學 我們現在看到免費電視台過的一些賽事 都當中非常低質素的 今天我幫你提出這條方法 可以做到一個質素負責手 和為何覺得這個質素負責是太空風水長的菜品不需要的呢 好了 今晚阿陳 退流平安認為市民的權利 他也沒有講過市民的權利 就說都是字幕質素 我剛才已經說過 其實透明立法來的 現在都已經發了一個關於直入式廣告的一個法例 為何透明立法局完全不需要花錢的方法 就可以決定做到你的方法 解決方法的問題 為何還要做四個案 那方法為何要免費這麼大一場 原來政府自己一個出手 甚至是可以不需要電視台浪費4億 政府自己出手 都現在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何還要免費這個案 如果方法認清現實 這個方法不需要直視 這方法認清 就是肯為你用了4億的公託 你還用了這筆市民的資金 去投入式廣告的直播 所以藏白一次 到底投入式廣告的 這四十二場的直播 到底有甚麼必要性 有方法我們前提到誰 說過很多次 因為世界杯是一個高水準的賽事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世界 去給更多廣泛的市民 去接觸這個層面 接觸那個方法 你認不認得 認不認同普及運動 接觸是最需要 最初次的一個層面 接觸了就推廣 有人會完全是一個直線路 剛才我回答過三次 為何觀看 其他人會用身體力去做 又本來不能回答 甚至他們都知道 其他人看完 隨隨熱那一場 根本沒有辦法去推廣普及運動 另外剛才你說 觀看世界的 這些國際性質的市民權 那不是雷排NBA全部都要嗎 本來你真的覺得 甚麼都不用做 甚麼都不做 甚麼都不買 甚麼都不推廣 你會先進步 當然不是 本來我們看到 現在其實香港的22強勢 都免費直播賽 同樣是達到本來的效果 所以我們輸了試鏡去買 另外的次數變成賽事 更何況是 推廣普及運動 為何我們不再做清分 起場地 又好像本來所說 連起完 購買完直播完之後 不知道能不能夠 推廣普及運動 用這個這麼好成果的方案 本來你今天跟我們說 買了所有的賽事 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可以有多少成果 但今天我跟阿峰 跟我們口中說的這些成果有多大 原來今天我們看到 每年政府扔多少錢進去 隨便幾億幾億 翻倍地扔一些錢進去 原來到最後 原來全港運動會 入場人最多是 所有的群人 阿峰是否覺得 每年不斷扔錢進去 就已經可以坐在那裡 剩下一個份盤 所以 阿峰是否覺得 如果我們用聲音 買了所有的地方權 之後 就會全港自民 都會入場看全港運動會 阿峰我們看到 他接觸這個 我們不是說全港運動會 入場人數 而是說 他運動的接觸層面 越來越多 他會更想去做這個運動會 因為這個熱潮 阿峰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就這樣扔錢進去 你們那些所謂的政策 就好像扔錢進去 走開的時候 為何我們不會浪費 那時候阿峰我們這樣說 為何要浪費這些公帑 是做一些沒有用的政策 而不是做一些 基本上可以見到 成效其實 沒有帶的一些 去查政策 有阿峰我們 社論還是 其實有些人會上去做運動 阿峰我們看到 阿峰我們現在說的 那些事情 做了出來的成效 都沒有那麼大 阿峰我們不如跟我們說 你做的那些 你所謂的青年 現在做了 你看到香港的 運動的事業 有些甚麼的盡情 你看到國級法 精英法 甚至我都看到 這三法院真的做不到 阿峰我們請林鄭這三法院 在你所謂的 這些措施裏面做不到 那這個方向 是否認為 起場地 扣入這個世界盾 這個權力 起場體力 是這麼好的方向 有方向為何不可以 相互提一下 有方向的意思是 你要再放四億 去買世界盾 然後就分割了 這些補充 完全補充 那些方面的資源 我方已經做了三個 我們只要在這個運動 這個層面上 去做一些更好的資金運用 再加上 既然我們 我們見過 不是說四億 還有幾千萬的時候 再加上政府的營運 為何會提到 這個方向 有方向 我相信今天說的 並不是政府沒有錢 所以我們不應該 有方向 搞清楚 我們今天不是說 政府是有贏的 我們就不需要去做 今天就是你一個政策 今天就是運用公帑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看看 究竟這個方案的成效在哪裏 其實今天的方向 有主變 我都自有變 其實根本都無論證明 究竟為什麼 人們觀看世界盾 就代表他們必定會去做運行 我只是問我們 為什麼我們必須去做 清潑為長的這些方案 但因為我根本沒有說 今天變體中所說的 求世界盾 究竟它的成效何在 也陳詞 就四個手 也因此 本來是 十分 以後 pound 不少 未來 一般 一般 對 是 好的 就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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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要引起人的興趣的話 看二十二場影片足夠 如果一些人覺得世界觀根本不關自己的事的話 看多四十二場根本都無盡人起所謂的興趣 再者人起了興趣又有多少人看呢 有多少人真的去踢球呢 有多少人都沒有說過 或者身邊有很多人看世界觀 只是為了覺得私奈來某些好英俊 但對他真正去踢又起到甚麼作用呢 相反我們見到 以時香港體育面對的問題 是否沒有人關於世界觀 和人關於世界觀的問題是甚麼 政府沒有日運用過這個熱度 然後推出雙關實際政策 但現在是設施不足之言不足的時候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用這四億 更加去幫助香港的體坦發展 第二他就覺得可以提醒香港的身份認同 實際是很不合理的 不可能我提到就是冰島團結 香港又突然變得很團結 甚至有官方說給他們反思的機會 但看到日得決賽 現在面後看見那二十二場比賽 所有國家都很團結 看那些就足夠了 現時的問題不是香港人有機會反思 很多人都在反思中 重點是沒有人去反思 政府的點格都沒有了 我們現時政府要做的是真正去做實事 去幫助政府的題目 就是體坦發展 例如像冰島那樣 推出一些震動 去當地出球比賽 才是真正推動身份進行方法 最後就是說到社會下的惡性競爭 其實在後場 有官方也沒有必須再跟進 因為都明白到 忠實投民寫得花錢賣 對那些接受熱鬧的現成場已足夠 甚至真是給不起錢的人 都是很多途徑看 所以國性競爭大的問題有多大呢 雖然性競爭會不存在 最後就是最根本 究竟使用公統的原則究竟是甚麼 其實我們見到 今天不是我方根根的 或者是論性於推幅運動 有一次政府好像有官方所說 很多營養就沒有花錢了 究竟社會會變成怎樣呢 全民派錢過不開心 於是連人都派 旅排NBA很多人喜歡看 就通通都買 打出這個市民權利的品牌 就甚麼都去做 但重點我們要看的 這不是市民的權利呢 看一場國際性子 他們有很多方法看 我們沒有剝上的權利 我們沒有不讓他們去看 只不過是現在用公投去確保 每個人都有得看 這才是問題 重點是它對社會的發展 就是起了甚麼作用呢 如果政府經常有 上次資訊報告所說 用3.1億去買海洋公園的門票 是有為及各國有娛樂 做了公投所說 在這麼辛苦的工作 或者是否要去放鬆自己 結果是怎樣 全世界都在挖政府用得不堪 究竟是用得其所 一定浪費公堂 相信大家慎重有數 今天有公投說了很多 香港體騰需要面對的事情 多謝見到的是甚麼 冰島這個小子的國家 兩成人親自在網羅斯支持的國家隊 香港運動員 自己請教練 自己買器材 自己找場地 4億對香港體騰發展 其中的作用 是可以資助到地區運動20年 還要資助香港體院開一年有多的開支 甚至資助香港隔組 求聚16年的開支 或者那位同學說 引起大眾慶祝很重要 對見到的所謂慶祝關注度是甚麼 或者禮拜日過日之外 一起研究冰箱滑山 但對於香港未來 體育四年四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 有否跟後續四年一度的熱調 是否值得呢 Sorry各位 謝謝 謝謝 主席观众各位大家好 总结全场今天有方和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钱 因为一些是纳税人的钱 就应该不应该将一些钱随便运用 不如我们留屏就疏离一次 为大家来清一下今天有方和我的问题 总结全场其实今天有方和我承认政区有责任 据承认也认为政府是在推广运动方面有责任 当然就对于原来我方和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公帑去做 那我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我和我一开始就讲了几个公帑的原则 那我就认为这几个原则和大家认为 今天我和我和我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 需要性 但我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外方自己说 这个世界杯买这个制度是否需要性 原来我看到世界杯在香港的热度是最高 身份在全球上基本上是热度最高的一些赛事 就连追认到的时候都不能看的时候 有可能補给呢 補给呢 補给呢 今天我通过也假清楚 今天我通过在韩国有22场的赛事去看 但原来那只不过因为2TV很深 他转播去看 但如果1TV不播 那22场的赛事都不能看的时候 哪里可以看到这些占逐这么名的赛事呢 真心是 我们看到出头会后大力的 是给香港人看到人家的团结 我认为那种的严格 我认为那种公民意识 第二样有封行的原则是 就是说低成本 是认为有封行的很肤浅 觉得你这样扔又很肤浅 有封行觉得世界杯在一个情况下 还有一点 他觉得要贵所以突然可以扔下去 但我们看到有封行说 你这么多年内 你不扔这么多钱 你所谓的很有用的政策 但实际上有封行 我们看到这些扔的钱 会有些人走开 有封行说我们的政策 但是看似又有用但实际 但是有封行 原来你们是做了出来都根本没用 其实这样有封行 现在现状况不是很好 大市场小政府 所以不应该干预市场 大市场小政府是没错 但政府都说在市场 不容易干预 干预一下市场 现在我们看到 本来我们有6000万 已经买到的直播券 现在升到4银 是整个五回 这是一个合理的价值呢 有他们自由竞争 只会造成一个恶性循惑 收费率只会做大微消费者 是否个人看得起呢 是否有钱才能感受世界杯呢 是否看世界杯的资格 应该用钱去衡量呢 再者 有封行后来就跟我们说 做了这么多地方 不像我们不放这些公币下去 但有封行后来 我们有需要去推行这些运动方面 但是有保险运动 推广这些运动 但我看到有封行你做过 是浪费公币 又不考虑这些政策 那我们不如不直接买一个直播 让大家对这些学生有一个认识 从而做到一个普及化 去推广香港 现在我们改善了一些场地 放多钱去改善一些场地 那我们投给这些世界公民 让大家有更多有因 去让大家去做运动 甚至是令香港会有恐慌性 即是去举办城市的指标 再来会举行国际城市 再有一个参考 并以往东亚为的一些情况再出现 让香港举行国际城市 都会更加高质 其实有封行的逻辑很奇怪 他们觉得 因为其他方面要 我们要整天都想加一个图 另一个方面 本身就是那个层面 但按照一个逻辑 有封行的逻辑 有封行的逻辑 都是多的 不太荒谬 我们见过封行 有封销了这个运动层 有需要放置 之前去的时候 为何我们还会 你自己就说浪费公币 但是如果那些政策 都浪费公币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盲目 做下去呢 从未封销 我们和大家讨论 不同政策者的角度 原来社会 我们见过我们有 学到更多公民的意识 政府方面 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 体育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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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大家也有电视 周公大电波 做到大众电视 从事报级 做到政府 从事报级 报级快乐进程 远备今天 政府的一些浪费公币 几亿几亿的 不知做什么的项目 从事报级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项目 这些成效来得多 基于今天 既然我方 今天的方法 是最有塔式 最欺望的时候 今天要提醒 各位 应该是 第二场 做同一条问题的名本 整理点 我觉得 我覺得有些關鍵字眼 大家可以想一想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政方反覆強調的就是推廣體育 但其實如何是推廣呢 具體來說其實是想做到甚麼呢 電視轉播某一個項目或者某一個運動 和推廣之間的關係 我印象中去年就是大專辯論賽第一次 可以在電視上直播 好像在HK 廣台電視某一台直播 但有了史上第一次直播 但是和我們推動整個辯論界的比賽 各方面的風氣有甚麼關係呢 我覺得可以深思一些 想多一些 其實對於政方來說 你看完之後會有多少朋友踢球 還是家長會叫小朋友踢球 還是學校看到原來有得搞 學校會願意大搞 或者社會場會大搞 還是這裡以上所有事情 然後會令到市民關注這件事 然後會推動政府去做 說現在我們有很多背部不夠 原來整個事情是這樣的 其實你的推廣主要是想做到哪一件事呢 我覺得反方不斷地倒閉 就是第一點 我現在是不是會多了人踢球 先這樣去問你 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是你們 我會出來回答你 是 是會多了小朋友踢球 因為你很簡單 為甚麼我們香港沒有人打棒球 但在日本、台灣 那麼多人踢球 講到尾就是 你的運動第一件事就是要人關注 你多了年輕人看的 他就覺得 斯朗很帥 你很帥 我就學習他 我希望自己是第二個 第二個小朋友是這樣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進取一點 勇敢一點 你會告訴他們是 是會的 如果一個運動是沒有人討論的 那你沒有人提及的 另外所以牽涉到的就是第四個問題 我覺得你們可以多說一些 解釋清楚 除了多人參與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多了人關注這件事 那對整個社會最重要的影響 就是我們關注了 我們就會看到 現在我們的背後 或者是政策上有什麼不足 又回到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人會管 其實香港有多少人在玩橫球 或者有什麼正式比賽 那方面我想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不是說沒用玩橫球的人 但是明顯我們為什麼資訊會這麼合乏 或者甚至乎我們政府不會 或者市民也會關注政府 關注這件事 明白嗎 就是因為我們市民沒有回響 我們製造不了聲音出來 你說那些什麼踩單車 其實自從黃金庫之後 其實一步大家都沒有理會整個發展 是怎樣的 直到說不是 我們又又一天 我都講了 就是社會製造到輿論 就是製造到聲音 是我們關注整個體育發展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明白嗎 如果不是 我們市民或者立法會 根本不會有一個監察的作用 因為大家沒有異用 我也沒有需要 我覺得這裏你們可以多說一些 OK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回到來 其實說到尾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世界盃是一個運動的項目 還是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娛樂的項目 就是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就是剛才有朋友說過 就是有人在世界盃看英俊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你們要想一下定位 其實這個是一個娛樂項目 就是一個娛樂項目的做法 運動項目就是運動項目的做法 的確是四年一次 是有很多人去看的 有男友去看的 但是 可能回到最根本的就是 不要說最後大家會不會關注 你看完之後 其實有多少人知道月位是甚麼 明白嗎 就是你可能看了那麼多場 或者你看了那麼多年 世界盃正 但是其實你還是不明白 因為我沒進 clic 入 universe就不算 但是也沒有人看看後 你再深救 可能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個只是一個娛樂而已 我不會想到那麼長遠 如果是的 那我覺得反方 你就可以 mudar自己 提到相關 這是沒有令人的 protest 我 Shall I I 酸 tumor 可以這樣去想法多一點 那另外就是 這個是奢侈品 還是一個必需品 也是你們探討過的問題 政方我覺得挺好的 你嘗試講到其實娛樂 我覺得也是的 民如康樂設施其實都是必須品來的 我覺得你們這裡也可以再勇敢一點 也是那個問題 在公辯的時候別人問你 是不是所有大型各方面的城市 我們政府都要賣來搞的 你就告訴他 如果他的影響力真的好像世界杯金 而如果又出現學生競爭 政府就應該這樣做 明白了 所以有些位置 其實你們如果準備好的 而和你們主線沒有矛盾 你們可以勇敢點站出來 對嗎 但是沒有問題是要買 那為什麼不可以賣 反而問他 我覺得可以這樣 是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 反方的主線都是自由市場 基本上公廣和運動特異 基本上跟剛才的場差不多 但是可以想的一件事就是 反方是很聰明的 他一直在用的就是那4億怎樣運用 但是我們先梳理一下 其實那4億是怎樣來的呢 電視台競爭 電視台競爭回來的 沒錯 你們其實應該明白這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沒有了這個競爭之後 不會有4億這件事 明白嗎 所以現在你會發餓的 但是剛才牆上面 就是他不斷地執著4億這件事 我們4億怎樣運用 其實我一個方面 你應該要告訴他 現在我們沒有了這個學生認真 就根本 你說的4億就不會成功了 明白嗎 就是 明白嗎 那個問題是 現在我們想出來的錢 最後是益了誰 其實益了續點而已 我覺得你可以在這裏想多一點 甚至乘惠主線的部分 其實你試一下在電視台上 你想他們都很悲慘的 就是根本是一個軍備競賽 明知401度 這個是賺錢的 那我沒辦法了 我唯有強硬投回來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什麼 無線攝主都要做 然後Viu Sorry 這個 樂士也死了 明白嗎 這個就是 這個惡性競爭的後果 到頭來對觀眾來說是輸的 對電視台來說都是輸的 對廣告商來說都是輸的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政府不是應該做回業務的角色呢 就是令到不是錢 最後就是非法最開心的 你一直爭 然後傳播權那麼貴 他就是最開心 但是對於香港的 我們剛才說的所有前進者 都是沒有好處的 那麼你其實可以放在主線 或者早點出來梳理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正正就是 你說得對 做了過幾年 可能就會變得10億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要著手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我覺得放在主線的話 這樣你們的主線 出去就會 我覺得可以再強一點一點 大概這樣 謝謝大家 現在就是成員和我們先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多謝蔡會 我剛才在第一位評判 我和小姐說 問了問了 這條劍劃 政方是沒有一件事 可以看來大家實在意味道 政方也挺難打的 證明有多少人看完播之後 會參與多了 關注多了 接著對體育成事 對體育的香港的運動 沒有那麼放棄 打至香港過去幾十年 基本上像是血因 都沒有什麼地方 很合教的情況 如何是這件事 想想一下就是人牌 這條劍劃 你可以當作一個劍劃 你可以當作一個 國際運動政策的劍劃 這條劍劃在說就算人 不打港府 我們打中央的劍劃 NHK BBC 是否都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我想這條劍劃 因為其實世界會在 和所有其他國際看見不少 那條劍劃的分別是 它其實有很多國家的積極 所以我都越來越投資金 都越來越投資金 去競爭 一個國際 那 那個數字是幾岸級 所以很多國家的 免費人事態 其實本身都不太有競爭 去和收費人事態 去稱讚這些人 這條劍劃 變成令到很多地方 要是有一個秘密電視台 那很大的貨幣 但是我就是 打工的 我總之政府 那時候 就是給了中央台 雖然我不是網絡 但是我自己會網絡 或者日本的NHK 所以我會和其他日本的電視台 一起去調整反合作 做過的 這條劍劃 那要是有這條劍劃 令到和國營電視台有介入的順利 那如果沒有這個情況下 傻碎 C型即是香港不懂金會電 那其他的情況就是不斷競爭 不斷地搭著國家上 沒有線 今季直流 因為我覺得介入的重點 那變成一定是得回收益 然後賺 那這個情況是要事實特效的 那我覺得政府方是可以說得更加具體 就是爲什麽這個趨勢這樣發展下去 對香港的全部的營運 是很厲害的 這條劍 例點就是 你很難說 都說透過世界都要靜貨給市民 那些民族的民族 他會多了幾多人去看港澆 就是你政府的 我覺得他只是不如不好 不如直接說 其實你有幾個負責 就是你也知道這個是你那樣負負責 你也知道他不會純粹搞一個負責 直播 可以這樣問多些人去看港澆 大家都明白有很多負責是要做的 問題就是當政府減低了 那個擺直播盤那個成本 私營一下 政府未必需要等負幾億人做的時候 那政府對體育的其他的成本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一定能夠 因為政府都下了錢 雖然政府都下了錢 港澆需要兩個不斷地 好像進去這個鏡頭土地那樣 幾億幾百億 不需要這樣玩的 大家也會剩下 那剩下的錢 我們可以在這裡 那收費 可以做回一些其他類的管理的財務 其實都可以暗老 這樣幫政方去減低一些負責 這是我對政策的 因為其實你都很老 你嘗試去防衛技術 那你現在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要這樣 攻擊本 政府現在做的一些體育的開支 或者政策來保釋一下 我覺得 那個風險就是這樣 還是別人想從事 現在可以說問一下 那些體育資助計劃 我覺得是有個禮照在這裡 那在你的心目中 你覺得 為何投放在我這個 今晚貴君子會有效 過香港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 你用什麼人在場地 那是正方的 反方我覺得 沒有stand up 我覺得今天是多的 其實你想說那四個案子 當然就是 為政策來保存 就是 他現在純粹從政府 賺什麼錢 用在什麼刀口上面 去發展 更加不難的 你說那些負責 就是 很坦白說 你拿來破香港最受歡迎 你不能做到的 就是 可能其實破世界的做法 沒有錯 但是 可能會比較少 香港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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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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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說的 那些發展本地 有多少 20年的 港超賽事 其實開支 完全沒有問題 那 那些人 那些人 應該做一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很厲害的 就是 他求新於本地的開支 要價 等於我 去做這套財 所以 這個情況 就是不應該的 那 那 所以跟著來的問題就是 好了 我有22個年費直播 所以就OK 沒有問題 那些人 你 剩下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那些人 那你的藝術 那些人 都是不知道哪些人 你的藝術 當然 他規定了本分 那些市民和法序 那些法序 我們是否存在的規定 那問題就是 對市民來說 我不知道哪些人 我想在其中 所以我才知道 即是知道哪些人 為何我們是市民 會說 我就要去 周期鎮山廳 寫法序 就是 即是市民會合很多很棒的東西 那當然是 第二就是 是否對電視台真的不一樣 他計算的負數就是 嚴重的 現在的電視幕 其實坦白說 你去到現在 這樣投票 但在電視台上 就會很貴 那對於電視台 是不是這樣 這個特徵競爭的問題 是否疑惡呢 即是你覺得 不斷再不斷 假討 都是很貴的 那麼我們是正方 我們要消費的這個答案 當整個 整個國際的企業 都是要跟進 正方的 轉讓 來做主要的三項目 特別的 就是收費的 只會在那裡 那 那就是英國的 英超科技的國際物業 有很多問題 所以他們都開始想想 方法怎麼進去 令到籌牌可以 不用你這麼貴的 你了 不用你這麼貴的 這個應該是世界的問題 那一場正在說 如果這個問題 換作英國的 換作人本的 換作人本的 或者是新加坡 是不是你都可能 要多一點 因為根據你的方法 都應該重徵 即是有什麼錢 本地在這方面 應該是思亡 或者是一些 不是外國的 國際幾年人 國際的國際 那是否可以 我想這個 我想這個 反光 要他 來翻證 究竟 中國的本地 重要於國際人的狀態 實際上 你覺得這個 很不容易 剩下時間 我想 我想聽 他有正方的方法 我想 我先講了反光線 反光呢 即是standard的line 不過 其中一個 剛才有了一個 影響命的分別 即是和第一場有一個 影響命的分別 就是你們看出了 影響命的分別 那我會覺得 在這條的主線上面 你這一個位的 因為我們在大影響的場 我都是用回 那個standard的line 那其實是可以 再準一點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會而知 你那筆 就是 你那筆錢 給他拿回來 要搶回來 去買直播權的錢 其實 真正委屈的對象 只不過是那些 四五一道頭 所以如果你們要論證 需要性的實力 就要問 拿一筆公帑 去逛一班 其實看波又行 看波又行 看了就開心 看又無所謂的人 去CAPI一下 去CAPI一下 然後之後 好像放煙花那樣 那筆錢的需要成立 我會覺得 如果你可以把線 推得盡一點 你將這個 就是一個消息 這筆錢肯浪費 而且是公帑 整個位置放大 你便要論證 為何幾億 或者幾千萬 去買筆錢 給人家 去CAPI一路 那本質上 其實等於什麼呢 你們後來有個例子 有提到 或者很後期 便作為一個 散開放出來 而不是想著 把它放下注射 就是你們 剛才達人地的時候 那個海洋公園 情況一樣 三億多 這個海洋公園 那些人便罵爆了 那第二 其實 究竟看世界盃 和海洋公園有多大分別呢 和我拿三億 今次去迪士尼樂園 那地士尼樂園呢 是全球品牌 人人都開心 可以推動創意 他自己這樣說的 那就是理論上 完全付費了你們所有的Purpose 那我拿了三億 又要請全香港的人 市民十一歲以下 去看地士尼樂園玩 那如果這一種類比可以放大 我會覺得 可以更加運用你的主線 做得更加 甚至放煙化 那 那 所以我會覺得 在主線上可以有力 但不是說不好 不過可以用得更加重 第二 我會覺得澳洲的例子 有些少少浪費了 出得太遲 亦都很想 elaborate 澳洲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自己 在法牌固定 去規定 那些電視台本身 收費和免費 是可以互相競爭的 就著那些大型賽事的情況 換言之 NOW是一定很多一台的競爭 而有趣的是 香港三大免費電視頻 全部都有收費人 即是今天就算 NOW TV是想播 那個情況會調轉 變成怎樣呢 現在就是NOW過了 ViuTV喜歡就給你 所以今晚貴君子 都會有很多投入 但是如果是調轉了 澳洲的做法 就是ViuTV過了 NOW TV有空就給你 好了 分別就會很大 這個實際上 是在規管上 去處理 阻存運 都可以免費體 同時是不需要花費工作 也都是符合商業原則 因為它理論上 不是跟你爭生意 即是規管理 規管理是全世界政府 都要做的角色 爭生意就不同了 我和電視台爭生意 所以我會覺得 澳洲的例子你們有少少 就是浪費了 第三 我想特別提一提 就是那個質詢和自由議論的環節 有些部分可以處理得更好些 質詢的部分先 有少少浪費了 但你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題目 要求對方答 對方都有部分是未考到的 所以不是說全部都答到 但是有些問題 問完是沒有科目的 例如你冰島的例子 你問完別人冰島 其實是否有什麼分別 它其實答了一個答案 是對你有利的 但是你放過了它 因為你回頭已經問了別的問題 就令我覺得有點曬 你問冰島的內容 你想得到什麼答案 你得到那個答案 為什麼要追蹤 因為質詢的特色就是盤問 意思就是好像環節一樣 你答A又說B又說B 你答什麼都死了 我是要追蹤上去的 我會覺得這裡可以再重複一點 又或者當後來人家說到 質詢的時候 說基本權利 出了這四個字的時候 其實我都以為你們會多一點反應 尤其是後來去到負面 或者自由議論 他們再重新看波是基本權利 對我來說 言論自由是基本權利 出版自由是基本權利 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看波是基本權利 而且後來去到要看高質素的 琴賽是基本權利 這一點對我來說 我又會覺得 有些不是我的標準 但是反方的問題 沒有捉住這一點去處理 現在有些時候是有點浪費了 因為其實這些字眼一聽的時候 都是跟上面那一場一樣 有時候不一定只是 關於辯題史的常識 或者那個知識 你應用在裡面的 是你平時聽的時候 你覺得不同當的東西 你就可以利用你個人的通識 即使那個東西不是教練教也好 你個人有通識 是不是 全部同學生都這樣 你的個人通識 就是從沒聽到看過 是基本權利 你們不質疑 你們就同意 我就很有問題 那怎麼辦呢 我平時不看波 我就放棄我的基本權利 這件事很嚴重 基本權利是先有憲法的 那是不是基本權利 補償大家不去看世界盃 我又會覺得這件事 你們可能在想的時候 不是很清楚 以至於去到自由辯論 早段是可以的 但是去到後段 這邊的反方同學 供你去到一大量的問題 那些問題其實是 關於其他的體育政策 或者基金 主義之類 其實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呢 就實在是沒有 因為你一帶去 但是沒有關係的問題 那令到自由辯論 後半段 有一點錯失了自己的憂勢 那這兩方面 我覺得大家要想一想 那至於這邊 正方的無學 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你們 你們聽不懂波人 全部都不是波人 這個呢 有空看看 即是四年一度 所以就有些人不明白了 那有一個我要特別提出 是資料上 你正常就會扣分 其實知道我也扣分 如果錯 如果錯 我不同意就不扣分 資料錯 我是會扣分的 22場直播是FIFA 標書規定的 所以就不是 撕寫給你們的 是否在那裡 那這兩方面 要特別提出 那另外就是 其實那個價錢方面 我覺得好像 我剛才評判所說 是可以增長的 舉個例 900年是1500萬 其實如果 你直接升上去 900年是1500萬 一升到6000多萬 一升到1億多 一升到3億多 一升到4億 4億終於 那間樂市 所以現在就佔了 是1億多買幾包 所以我覺得那個價錢 如果你們要說 學識不認真 這一堆這樣的數字 應該要說清楚 究竟那個升幅是多少 你看出來是直線的 那另一方面 訂購的 我需要付的錢 是否有直線的 那這件事 我覺得值得 在數字上 理解更多 我同意 政方是難打 因為你的justify 用公帑 而且香港 一直都不喜歡用公帑 在這個情況下 只有三個方向 一個方向 你就放大足球 很正很正 那這方面 我覺得其實你們已經做得 算是不錯的 因為你開了一個文如康樂政策 是必須的 那樣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不過仍然是不足以 頒倒對方的論點 最多打過我 你一是 就強調這件事 會提升關注 而因此 可能間接地推動風氣 這方面你們都做到了 但是仍然是不足以頒倒 所以仍然是打過我 那第三 就是 唯有 如果公帑這樣都不想 就要想來一件事 那這件事是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而已 大家可以不同意 就是 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很明顯 在打正方 我們都讀了很久 覺得正方是有難度 很高難度 其中一個方案 我們去找資 這個時候就發現 原來馬來西亞 今天也是 是用的 是由政府扣入的 通家電視台 然後一毛錢公帑也不用出 你這麼大反應 因為你們都知道 對 如果你們打他們 就會這麼大反應 剛才 太糟了 當然了 你們已經預料了 是一毛錢也不用出 那方法是甚麼 就是 像燒煙花一樣 混雜了 當然你們也有辦法處理 幾百萬的煙花 都要結果搞到其中一年 是政府比 那是否三年那麼容易混 但是你們實際上 可以考慮一個選擇 就是那個形式 是否可以找贊助呢 那你多開一個商界贊助的渠道 又可以抵消了預商爭鳴 第一 第二 就是如果它買回來 它不放市檸31 它可以拿來 變成一種投標的形式 招標的形式 給電視台你投標 那投標的時候 到最後不一定是計價格 可以計前線的 TBP你要買到我這個情況的話 麻煩你給這個世界 每天10點半的時候 賣錢 賣錢 每天都要賣半個小時 但是賣完一年之後 不用你賣足四年 那麼這個會不會 也是可以人過的 就是變成 政府可以利用 第一 它可以放低價錢 以這個馬來西亞為例 六千多萬就買到 全國國家的一個職貨權 二來 電視台又不三貴 三來 又不需要預商爭利 然後 四來 還可以政府透過招標書的內容 去配合它自己體育政策的推廣 就不需要單靠過全世界會 這個是一個美經反方批評的論點 一個過人體的職貨立場 所以大家未免需要同意的 但是 我也認為 政策是難打的 你必須 如果能夠找到一個 alternative 是可以將使用公帑的合理性 甚至乎的需要性 儘量降低它 甚至乎 我想你們的情況 就會容易處理 因為始終 公帑的事情 在香港是很難聽的 就是你很難justify 這樣的事情 是不容易的 這就是我的看法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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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果的環節,首先是最低的獎項 今天最低的獎項是反方的第2個獎項 至於今天的賽果,正當得票是5票 反方得票是3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